2月25号,记者从台北举办的记者会获悉 四川省川剧院将于4月写经典剧目《白蛇传》 及多部川剧传统经典折子戏来台湾演出 《白蛇传》是川剧经典剧目 剧中青蛇有男女两身 四川省川剧院演员梅花蒋德主刘怡向记者介绍 这是川剧《白蛇传》有别于其他戏曲的最大特色 比如说亲儿,我们的亲儿都是男女亲两个 平时的时候她跟白蛇就是姐妹相称 但是一当比如说她发露的时候 有危险需要打斗的时候 她就会变成男儿生 《白蛇传》里边有很多技巧 比如说金山寺的托剧,变脸,吐火,提慧炎 变脸只是我们川剧中的一个杂耍吧 如果是安排在戏里边,她就是戏 她一切的,她都是为着戏的人物而服务的 据介绍,川剧《白蛇传》1993年在台湾演出时引起轰动 此后,四川省川剧院又于2004年、2009年两度来台交流 睽違十年,川剧院再次来访 留意希望能与台湾的戏曲演员互相交流学习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大家相互学习的一个机会了 因为艺术本来都是相通的 我们可以从人家身上学到一些好的东西 我可以拿到我这儿,然后加以自己的一些 给她综合一下 川剧是四川戏剧的经典剧种 在300多年的艺术发展中 签收并续,融会了大陆各地多种戏曲声枪的元素 结合四川语音、语言的特点 发展成为集昆枪、高枪、胡琴、弹戏、灯戏 多种声枪与一体,五枪并存的演唱形式 本次四川省川剧院来台演出团队 由刘怡、崔光丽等65人组成 除白蛇传外,还竞选折子戏举办川剧传统经典折戏专场 据了解,此次四川省川剧院来台演出 是2019年台湾戏剧艺术节的一部分 属戏剧经典单元 将分别于4月6号、7号在台湾戏剧中心出演